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纵观寇世勋整个人生经历 不可谓不精彩 他对自己的结发之期 兑现了小时候长大就举你的诺言 也在中年时期获得了自己的另一段情 而寇世勋坐拥双气的背后 真的只是大老婆崔瑶奇无奈妥协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1954年 寇世勋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 其家中连他算上 共有兄弟姐妹四人 不过因为父亲英年早逝 寇世勋小时候一度过得很艰辛 不过幸好他母亲 是出生于大户富与人家的小姐 在和他父亲认识后 就到了台湾生活了 但他的妈妈一直都舍不得女儿远嫁 总是担心娇生惯养的女儿 过不惯外面的苦日子 最明理暗理的 没少接近女儿 正因如此 寇世勋的母亲 那会儿可是攒下一笔不小的金库 最后来寇世勋的父亲突然去世 其母在外出工作 挑起家庭重担的同时 并将这些首饰拿出来变卖 换成现金 存入银行 就这么靠着利息和收入 养活了一大家子的人 当然此时还很小的寇世勋 并不懂得生活的艰辛 他只知道每次母亲加班工作 不能回家时 他们兄弟姐妹四人 就得去邻居家蹭饭吃 虽然生活上还过得去 但是缺少父母陪伴的寇世勋 却变得沉默寡言 总觉得人家都看不起他 为此他母亲 也是对他十分不放心 不过这种情况在寇世勋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了很大的改变 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名叫 崔瑶琪的女孩 可能是命定的缘分吧 在跟寇世勋成为同学 发现他不合群的毛病后 崔瑶琪就经常找寇世勋 以假装向他请教问题为由 主动跟寇世勋交流生活 带着他融入集体 慢慢的 崔瑶琪发现寇世勋 这个有些内向的大男孩 其实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 平日里之所以那么冷漠 只不过因为太害羞 不知道和别人接触而已 这样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后来两人一路扶持 日久生情 在考上了大学后 寇世勋便向崔瑶琪表白 早就对他方心按许的崔瑶琪 也顺势答应 两人在父母的祝福下 确定了恋爱关系后 就火速订了婚 毕业没多久 就敢潮流似的 左手拿毕业证 右手拿结婚证 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对于自己这位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寇世勋一开始就是非常上心的 从两人订婚时起 寇世勋就自觉身上责任重大 无论是学习还是兼职工作 都变得非常积极 而且为了提升自己 他还会利用课余时间 去参加社团活动 并因此加入了戏剧社 而结缘了表演 立志此生 一定要为演习事业 奉献终身 1976年 寇世勋所在的公司 准备拍摄电视剧 《纯纯的爱》 不过跟那些帅到渣的男主角不一样的是 这部总共60集的电视剧 其中有58集男主角 是为大伙烧伤毁容的 面对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那会儿的当红小生们 宁愿接男二号 也不愿意自降身价 演一个如此丑陋的人 如此这也给寇世勋 留下了可趁之机 用寇世勋的想法来说 就是你们不愿意演我演 反正我长得不好看 也不介意再丑一点 没成想 这是这种豁出所有的心态 成就了他 《纯纯的爱》 这部电视剧当时 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很大的热议 观众们纷纷被剧情 和寇世勋精湛演技所吸引 正在剧情高潮的时候 写信给电视台 恳请编剧改编剧情 让剧中的家人带男主去整容 以便观众看到真言 而电视台一看反响这么好 也就顺应名义了 不断缩小寇世勋脸上的伤疤 在整部剧快要结束的时候 寇世勋脸上的疤痕 已经只剩下全骨处的一小片了 完全可以看到他本来的面目 结果毫无意外 寇世勋红了 连走在大街上 都有人找到要签名了 于是趁热打铁 1982年完成结婚生子的重任后 寇世勋立马就投身到 立业的大集中去了 几年间接到了好几部 叫做的电视剧 像是昨夜星辰 一剪梅 橘子红了都是他的光辉战绩 尤其是一剪梅 还为他夺得了最佳电视男演员 与最受欢迎男演员两个奖项 对演戏寇世勋不仅认真 而且还十分高产 因为台湾的电视 一般是边拍边播 为了多接几部戏 开练就了五分钟 就能背一整夜台词的本领 一年出产高达五部电视剧 如此强度的工作量 导致他整日在片场疲于奔命 连自己都顾不上 更别提家中事务了 幸好他背后 还有个青梅竹马的贤内柱 两人结婚后 崔瑶琪将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了家庭上 对寇世勋那更是上心照顾 可以说要没有崔瑶琪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寇世勋 对此寇世勋也非常感动 经常在公开场合说 最感谢的就是妻子 但奈何身为男人 他却没有挣脱开 家花没有野花香的束缚 就是老婆对他如此上心 也没耽误他在外面 寻找第二春 甚至把情人许黎丹带回家里 跟崔瑶琪楼上楼下的住 但是在一次活动上 寇世勋偶遇了 见美模特小姐许黎丹 于寇世勋大名在外 所以许黎丹在明知道 他有了家世的情况下 还是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了他 宁愿不要名不要愤 也要陪伴服侍他终身 面对美女的猛烈追求 刚开始寇世勋 倒还沉得住气 但他也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慧 这时间一场面对 许黎丹的单纯热烈的爱 也动了心 但跟别人遇见这一世 偷偷摸摸不一样 确认自己的心意后 寇世勋回家就和老婆摊了牌 把外面有位女子 不求名分地爱上了他 而他自己也有些动心 但又舍不得幸福家庭的矛盾心理 告诉了崔瑶琪 过后为了方便照顾 他也提出了让许黎丹 搬来他家楼下住的方案 而许黎丹为了能够得到大房同意 自己入住寇家 甚至还在一个适当的场合之下 找到崔瑶琪 与他共同商讨此事的可行性 最后 在寇世勋多方劝说下 崔瑶琪提出要接手以后 家中的经济大权的要求 于是本来就对妻子 或有亏究之心的寇世勋 马上答应 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了被两个老婆 伺候的生活 楼上是英雄种 楼下是温柔香 过得那是不亦乐乎 可崔瑶琪的日子 却并不好过 最开始 在得知丈夫出轨 又被情敌示弱后 那心中也是像打翻了五位平一样 不过从小跟丈夫 一起长大的他也明白 大吵大闹也没用 反而会把丈夫推得更远 于是在权衡利弊之下 他选择妥协和遗忘 他深爱着寇世勋 也知道寇世勋仍然离不开自己 为了孩子的未来和家庭的稳固 崔瑶琪不得不选择妥协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崔瑶琪发现 这份关系的不稳固 为了家庭和孩子的未来 崔瑶琪与寇世勋 约法三章 在正式对这份关系定型之后 被外人一直不解地分享爱的雏形 开始出现 直至稳固 在外人眼中 这是不可思议的 而对寇世勋和崔瑶琪而言 这是权衡利弊之后的最优选择 对寇世勋而言 他的坦白 是对自己结发妻子的愧疚 对于崔瑶琪而言 这无疑是对孩子们 和家庭未来的负责 崔瑶琪的选择 正体现了他的高明之处 与其拒绝活在丈夫 随时可能离开的阴影之中 倒不如大大方方地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掌握着家中经济大权的崔瑶琪 明白着婚姻中更为深刻的道理 唯有自己创造的安全感才最可靠 既然爱被分享 那财政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这也让她得到了家里的话语权 不仅轻松打败许黎丹 就连控制勋中风时 也只能依靠她 不得不说 崔瑶琪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明 在一段分享爱的感情生活长跑中 崔瑶琪是理智的 相比于其他人知道 自己伴侣精神出轨之后的大哭大闹 强迫两人撇清关系 崔瑶琪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她能够审视多度 冷静地分析 而这一点 也已经让她赢了大部分人 在崔瑶琪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 却是一个女人对于家庭和孩子 责任的坚守和付出 从两人结婚至今 他们已经携手走过39年 如今的他们 男主外女主内 控制勋在外拍戏养家 而崔瑶琪将自己的家庭 经营的幸福美满 最后让我们祝愿崔瑶琪生活幸福 身体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